中大教室社群的 所有的同仁一居同学大家好 很荣幸在新学期 新年的一开始 有这个机会 为大家导读这本 我选读的书 也非常谢谢方向老师的邀请 这本书我选的是 Daniel Pink所著作的 A Whole New Mind 中文翻译成 未来在等待的人才 在开始这本书之前 有一些是我个人的思考 也许跟这本书有一些些关系 这些问题主要是说 我们身处在什么样的时代 社会的环境的变现 我们对自己的身体 心智的运作的机制 到底有多少的了解 还有我们自己的梦想 跟人类共同的愿景的差别 会是什么 我们在教育的过程中 究竟可以成就自己 成为什么样的人才 为谁所用 整个教育的过程 除了提升 我们能够生存温饱 或者是安身的意义 或者是我们真正的学会 怎么安安时而出顺 是不是还有一些 可以成就什么重要的人生的意义呢 我常常在想这些高等教育 在这当中究竟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很有趣的是 就是在这一本书里面 他站在2006年的时点观察过去跟未来的可能性的时候 他发现到有三个很重要的趋势 而这样的洞见到今天其实还非常非常的到位 观察到一个重大的重点跟趋势是说 还是对数字很敏感还是说被谈判辩论的律师 主要是左脑能力在支配的这个时代 慢慢的转化为感性的而言 所以他认为未来不再是讲究逻辑 讲究理性 讲究线性思考 讲究语言能力 而是开始要去思考左右脑怎么去做合一的全脑行职的时代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趋势是 他发现到现代人的物质生活越来越宫于 特别是亚洲的崛起 这些新兴国家开始带动了很多高素质的劳动力 从教育的普及来至于到他们的演化 在政治的体制上 这也包含了因为资本主义带动之下 社会的演技能开始 本到了今天 你可以感觉得到这个自动化的趋势 我们已经不是在讨论说 机器怎么去带我们的工作 或者是印度或是中国大陆这些劳动力 怎么取代我们的工作 被外包到他们的手上去 而是随着科技的进步 包含数位化的进程 乃至于我们今天在讲的这些AI 发展出自驾车无人机智慧制造 甚至是钱包仅可以满满的数位化 或者是我们会走进无人商店进行消费 这些带来了很多在知识时代里面没有的挑战 第三个很重要的 拼凑也是说从农业时代 过渡到工业时代到资讯时代 这些时代当然都是佐脑很很重要的时代 但是我们现在已经走到一个讲求理念 讲求感性的一个时代 在这个时代里面 他认为很重要的是你要问啥的问题 如果你考虑到你未来怎么立足在这个江湖上的时候 那海外的劳工是不是比我更连扎 电脑或是机器是不是可以比我更快的把事情做好 还是说我的工作在这个很富裕的时代里面 是不是还有特定的需求 如果你思考过这三个问题 你的答案其实都是存疑 或者是说很确定的时候 也许可以思考作者在这个书中所讲的 他认为站在2006年的时候 他就已经感知到 未来需要的是一个 高感性高体会能力的时代 什么叫做高感性跟高体会 分别是有办法去创造 艺术性精神性的美感 你可以辨识到你的机会跟趋势 你有能力去做一个很棒的沟通 通过故事性的叙述 乃至于你有一个整体性的思考 可以连接一些不相关的事物 作为你发想创意成就心发明的能力 那高体会指的是说 我们已经不是冷冰冰的 讲究竞争的时代 开始我们讲共享 这其中会牵扯到 你怎么去观察体会到他人的感受 进而能够有效的去互动关怀跟照顾彼此 不仅是这个样子 你也会寻找自己生命的意义 或是你做一些事情的意义在哪里 你是不是有一个 可以鼓舞他人 激发他人生命喜悦的力量 乃至于说 超脱红尘俗世的公平利用 真正寻找你的生命的意义 这样的体会的能力 据赖胜川老师他的创意学研 他在教书的过程中 他在谈创意的时候 他发现我们的学员派 很多时候比较着重在这个图的右边 我们教了很多的方法 形式怎么去做 但是我们少了去引导学生 在教育的过程中 去从在左边的生活里面 去提取他里面很多的智慧跟灵感 从而把它杂揉在一起 也就是说如果右边讲的是树 好像是这本书里面 在讲的那个左脑的那一些东西 专业的东西 艺术的层次 你怎么样把一个东西做得很精美 还是说你怎么感动别人 Tunstout好像是在这一个 创意经济词堂桌手边 他会跟你过去讲求东西 这些生活里面去提取的关系 所以Daniel Pink 他为了要帮大家嫁接 你怎么样让自己成就出 未来需要的人才 他觉得如果你做出六个 这个叫Six Senses 说不定你有机会成就我们刚刚讲的 High Concepts High Touch 这样子的能力 第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能力 他认为是说 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 不是讲究功能到位 我们还会重视它的设计 比如说Apple的电脑 或者是它的手机 或者是它的随身听 它连包装都有很有设计感 每一个Tablet的后面 他不只讲究这些观点 他也从学术上的一些发现 去引导大家 甚至在那一章的后面 他会伴随一个 比如说 如果我们在讲设计的时候 你怎么去enhance 或是增强你自己 在设计上面的感觉啊 能力啊 比如说你可以去设计笔记本 参观美食馆博物馆 越南设计的杂志 很多别的活动 可以帮助我们加深 第二个很重要的论点是 在跟别人沟通的时候 不只是很清楚地点出你的论点 你还会用故事去包装它 我感觉 如果你纵观这六感 这个大概跟我们整个教师社群 过去的读书会 每个老师选出来的书 好像都有一点点关联 我记得我们曾经有老师们选过 比如说我们怎么去做创意 跟创业的设计 我们也有好几位老师选了 我们怎么去培养我们的 说故事的技巧 我们怎么跟学生沟通 我们怎么去谈思考 或者是我们怎么去做一个老师 这好像都需要很多很多 不一样的软实力 也就是说感觉这一本书 把好多的能力提点出来 重整出来 回到第三点 它不只谈专业 我们也许可以在学生的专业上 有很到位的训练之外 我们可能不要忘了 还有一个东西叫Symphony 或者叫整合的能力 怎么让它有一个 big picture的想法思维 能够看出不只见数 还要见零的这种整体性 作者也谈到也许你可以借着聆听脚想乐 或者是说试着去读一些不一样的杂志 绘画读书 乃至于说从绘画里面找出副空间 这样的想法培养出自己 怎么去协作整合这样的能力 第四个论点在讲的是 不只讲逻辑还要给关怀 你除了逻辑很清楚 懂得怎么思辨之外 你也要有一点点感知能力 那这个感知能力来自于观察 来自于体会 所以怎么去做这样的训练 事实上可以透过去测验一下自己的同理上述 或是说谁的宝宝打开来 去看里面有什么样的东西 乃至于说去训练自己作为演员 或者是读心术 这个都有助于我们去培养我们的同理心 第五个 我们不只能够很震惊的做事 我们还要能够懂得怎么去玩乐 找到乐趣跟意义 做着举了一些很棒的例子 特别是说你可以参加大校俱乐部 甚至是发明游戏 有助于帮助我们能够在这种竞争的环境中间 找到一个平衡 最后一个论点是说 我们从小到大可能会不断的 告诉你要累积知识 累积财富 累积你的能力 以备不时之需 可是这里特别提点我们的是说 有时候赚钱很重要 可是生命的意义 可能也很重要 那你在追求这个累积的过程中间 不要忘了你的意义在哪 可是它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我们在学校里面找逻辑语言计算 程式显作 乃至于你会什么文功 以至于未来可以行走 这样 这个其实都非常的偏数的来自 即使到了今天科技这么发达 任何一个手机 它的记忆体都比你能够储存的记忆 可能还要多上很多 在提取的时候也更有效率一些 所以如果我们这么去讲树的时候 不免由于求存活 追求更多的来机 而忘了我们其实有一个生命 生活在背后 树讲究的很重的时候 难免就会比较功利计较 乃至于流于这种竞争的思维 忘了说我们的生命的全貌 有些时候其实是回到追求自己的幸福 分享也许是一个更好的方式 所以纵观这个六感 我感觉到说这本书 它用一个未来在等待的人才的观点 强调说我们需要一个新的mindset 这是在2006年的时候 大家看到 提取到今天了 还是非常有效 还是非常有见地而洞见 如果我们能够具备这六感 成为一个高感知 高体会的人的时候 显然会比较容易 不只是左脑 被我们的右脑感性的量所平衡了 我们也比较容易去有一个balance line 我们动的不只是 我们的专业的术 我们的技巧 我们也会着重在我们的生命 跟我们的生活智慧这些心灵上面 所以我们不会这么看重竞争 而会开始去思考 我们怎么去共享 所以这个过程 我们似乎在厘清我是谁 我知不知道 我有什么样的东西是可以好好运作 慢慢的用一个全貌式mind picture的方式 去融入环境 融入这个自然跟宇宙 乃至于社会 从而我的理性跟感性 可以很有效的整合在一起合一 让我们回到生命的意义 无什么刻存在于富足美好 以及自在 令人享受的人生中心 如果您有兴趣 YouTube上面是作者 原汁原位对本书的导读 他当然是带讲英语 旁边有QR Core 其实可以少进去 那还有一本书其实是很棒的 他把这本书的观点提取出来 然后跟另外一个画家 一起做了一个叫做 The Adventure of Johnny Bunko 这里再讲的是 The Last Career Guide You Ever Need 再讲从漫画的角度去切入 这个家伙其实就是跟我们一样 是一个善良的老百姓 很认真的工作 可是总觉得生命缺少了什么 那你应该要补助手 其实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那个六感 那他用漫画的方式来呈现 Danny Bunko 事实上是一个非常有经历 然后热情 而且很有见地的人 他有一个TED Talk 也排名在TED Talk里面的前20名 而且是最website的最多人听 非常insightful 非常inspiring 如果您有兴趣的话 可以透过一下QR 一个相关的东西是 他后来也出了一本书 说不管在教育 或是在任何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是在沟通一些理念 Sale我们的想法 这个事实上是有好多 可以学习的东西在背后 这个就是To Sale as Human 未来在等待销售人才就要在做的事情 希望这些简单的导读 可以让你对这个书 有一点点构想 我自己读了一头 非常有收获 也希望您可以在这里面找到 适用于你的一些观点 不管在教育上 或是对自己人生的启发上 乃至于说 让自己或是您的学生 可以慢慢evolve成一个很棒的人才 也就是因为在读这本书 看到了有老师选了一本 我很期待的书 我们的高等教育 是不是有可能 不要这么具体化 而去思考教育的意义 来自于我们怎么去教会 我们的下一代 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类似像这样的思辨 能够在中大多一些些 我很期待下一次的聚会 我不确定是哪一位老师 写的这本书 我非常期待 也谢谢大家